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童心 這節課是由我們徐歌林徐昭基人帶來演講 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上過藝術史課的請舉手 沒有 大家都是初級班 藝術史課上過請舉手 沒幾個 沒關係 上過藝術史課就知道我是一個藝術 我是一個畫家 你們知道美術系是在做什麼 畫畫 畫畫都有一堂課 蠻特別的 大家都會注意就是人體素描 人體素描是做什麼 衣服脫光給你畫 對不對 穿衣服幹嘛 我在路上就有了 人體素描就是全身都光畫 我那時候幾年 以前出國留學的時候 台灣去的留學生大部分都是什麼 念理工科 理工科是怎麼樣 才有工作做 很少台灣來的留學生是念美術系 我是少數幾個 結果因為這個原因 同學就跑來 聽說你是念美術系 我說是啊 聽說你有人體素描嗎 我說是啊 當時上課 我說我什麼時候上課幹什麼事 不過我還是跟他講 禮拜三下午兩點 他說知道啊 我的課是在禮拜三下午真的兩點 我上課的時候 老師比較小心 都會在後面入口處的窗戶上面貼滿報紙 後面就給他大條條 還有海報 要不然模特兒都光在給人家畫的時候 同學走過不好意思 所以他都會貼那個東西 結果上課了 還沒多久了 模特兒就在前面 我們模特兒都是衣服換好了 然後時間到涼一下 他就把衣服那個桃子這樣打開 然後就掉下來 他就開始畫 通常是這樣子 結果我們就開始畫 大家都很認真畫 我的座的位置剛好 模特兒跟我跟入口處是一條線 我這樣可以直接看到現在誰進來 我就可以看得到 結果我就畫到差不多十分鐘的時候 果然看到那個窗戶的一角 一個角 叫Hangry 阿嬤就蓋起來 阿嬤又蓋起來 阿嬤又蓋起來 來 請盡快就坐 我上課我不喜歡人家遲到 請盡快就坐 要不然我講的東西都是打折扣再打折扣 以後當民政府的官員 你要做官員一定要遵循 來 我繼續講 前面我就不再補回去了 影響我講課 不然講個笑話 本來很好笑 現在不好笑 不過沒關係 閃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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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天我的模特兒是一個兩百公分 兩百公斤的美式足球員 男生 好像大家都聽不懂 師傅穿起來沒有了 我們模特兒是一個大壯漢 你來看男人來看這個東西 馬上就蓋起來對不對 沒有欣賞的需要 是自卑而不是欣賞 反正那就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我就想說這段人 我的同學 要來頭看之前走在我們家校園裡面 這樣結尾一段一定在討論 說待會不會是我們看得好看 討論老半天 期待也很大 等到掀開來說一看 怎麼會這樣 就大大的失望了 對吧 那種暢然的感覺 對吧 台灣人也是這樣 每次叫你去投票 大家都期待很大 就看那個選舉之夜 現在要動算了 就興奮了 誰的票衝過來 誰的下去 結果選上的人當選了 你就失望也很大 對吧 怎麼會這樣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很多的期望 很多的失望 結果不知道台灣人去投票 待會兒我會講其他故事 都越多 其實都圍繞在一個東西上面 就是台灣人是怎麼去投票 怎麼去投票 這裡面包括什麼 我們的史觀 歷史的 point of view 怎麼歷史 怎麼看待歷史 這整套歷史都是騙的 你如果沒有人跟你說 你可能用自己的understand去瞭解 那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現在就用另外一個角度 幫你切入 到底怎麼去解 來 那個手機請關機 很容易被打擾 以後兩人好習慣 另外一個再講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沒有warm up 再第二個再來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有那個什麼 俘虜營 跟集中營不一樣對不對 俘虜營是關什麼 戰俘的嘛 對不對 戰俘營嘛 是關戰俘 戰俘裡面關誰 關什麼人 哪一種人被關在裡面 在德國 戰犯嘛 跟德國打仗戰敗是誰 盟軍嘛 盟軍被關在裡面了 關在裡面的時候 因為二戰快到結束的時候 德國人想快到結束的時候 德國國內的物資非常缺乏 一般的民眾都沒人吃 但是戰俘營裡面 他們為了要符合日內瓦 公約隊戰犯的一些基本的要求 一天幾天可以吃三餐 不是還有點心 這樣不錯啊 所以這個戰俘營裡面 就照表操客 外面就派了一些衛少 衛兵 騎衛兵 我請問你 德國戰俘營外面的衛兵 是來做什麼的 是怕裡面的人跑掉嗎 是不是 在這裡不是 因為戰俘營跑出去 戰俘跑出去夭壽 對吧 整個在裡面每天有三餐 時間到了戰爭結束 他就放回去了 所以在裡面比較好 現在反而是那個戰俘營 那個衛兵是用來做什麼 我跟你講 這防止德國人在裡面工作的 淘汰食物出來 因為德國人在外面不夠吃 他們就想去戰俘裡面工作 煮一煮順便就帶一些食物出來 所以衛兵是在管德國人 不是在管戰俘 結果每一個經過他的時候 他說袋子打開 看我們給他 沒有下一個 袋子打開 沒有下一個 就是一直在檢查這個東西 結果這個外面的衛兵 跟裡面的一個工作人員 主持人做覺得大 從小一起長大 那個衛兵就跟他這個小孩子 小時的同伴說 我主持人認識你 你這個人幾乎是無所不偷 怎麼會 我每一次給你檢查 你袋子都是空空的 那個小時候的王伴就跟他講 你不要出去跟人家亂講 我跟你講 但你不要跟人家講 好啊 我偷的就是袋子 聽到沒有 他偷的就是那個袋子 不是現代塑膠袋 塑膠袋不值錢 他偷的就是帆布袋 你現在一家帆布袋多少 兩千 三千嘛 對不對 一個月下來三十家 要多少錢 十萬塊 十萬塊錢叫我們買食物不會 可是衛兵每天檢查 是袋子裡面的東西 整家裡叫肝灶 不知道 對不對 這一屆是聽得懂還聽不懂 聽得懂 為什麼他檢查不出來這個 因為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衛兵只管出去 不管進來 他沒有檢查你進來的時候 是空手還是有帶東西 出去他只管袋子 那為什麼他只管袋子裡面的東西 不會連袋子一直檢查 沒有問說這袋子是不是你的 因為長官命令 長官要求說 你去檢查袋子裡面 有沒有私藏東西出去 所以他已經設定好議題 所以他找的東西也是 被設定好的議題裡面去看東西 台灣人議題被人家設定好之後 你整天叫肝灑不知道 叫你去選舉 去選舉 民主程序 可以讓他在地合法 我們給他看看 整包把你帶走 台灣人不知道 就讓他去選舉 所以劉王正 我就跟你玩這個 叫你去選舉 可以讓他在地合法 他要暗度陳昌 我們給他看看 整包把你帶走 台灣人不知道 就放四面去選舉 就玩他的民主系統 你在裡面玩 最後就整整冬 就變成他們的人 就這樣 這個被出賣的事情 沉出不同 從開始就被出賣了 你知道嗎 我們戰敗的時候 那個點做了什麼事情 國民黨會說 你是戰敗國 很慘 但是你如果做完中國人的話 沒問題 自己人那是戰勝國 台灣人那時候 我們北部 阿嬤那台搞不清楚狀況 好啊好啊 馬上就滑掉了 去申請他們身分證 當然有其他的理由 但是那個時間點 讓台灣人不堅持說 我是第一次本帝國的臣民 所以你的身分換了 你一旦換了 你就被當作中國人來處理 因為你認同他嘛 你那時候如果堅持說 我是被戰敗的大日本帝國臣民 他就不能叫你去做兵這樣 憑什麼 我是日本人 你怎麼叫我去當兵 你怎麼叫我去買武器 為什麼改我的語言 因為你承認你是中國人 所以你就理所當然 順理成章 就把你當作中國人處理 你的教育就接受他的教育 就這麼簡單 這慢慢來改 來 我們現在跳一下 跳回來一下 這邊有一張圖 你覺得這是什麼 看不懂的請舉手 好 謝謝 沒有舉手是表示看得懂 我就問問題 看得懂請舉手 有人看得懂 很好 等一下 有人看得懂 他在畫什麼 應該是沒有 他是不小心舉的 沒有仔細聽我問的問題 好 下一張 這個看得懂的人請舉手 很好 非常好 來 看不懂的舉手 我只問看不懂 看不懂 我只問看不懂 好 我只問看不懂 我現在問的 我這個老師就只問看不懂 你剛才說你看不懂 請問他是畫飛機大砲嗎 其他人不要回答 他是畫飛機還是大砲 都不是吧 不是吧 第二個 他是畫男生還是女生 大家可以一起回答 第三個 對啊 你們又知道性別 又知道他是畫人 第三個 他畫了幾個 五個 他就看得懂 他絕對是看得懂 那為什麼你一開始會回答說看不懂 我跟你講 你有一個期待 你說這個就長得不像我之前看的東西 沒有看過 不好意思 這幅畫已經一百多年了 這個皮卡索 你阿公的時代 1907年 皮卡索已經畫出來這個了 為什麼現在現代人看不懂 過去古人畫的東西呢 所以你的藝術欣賞水準 是拉回到一百多年前 沒錯吧 再下一張 這個你就看得懂 沒有人說看不懂了 你看不懂 看得懂 我現在是說看不懂的人舉手 這大家都看得有了 但是這是三百多年前的圖 有了 當然也看不懂 古早人畫的你刷看不懂 但是為什麼百多年前你看不懂 你的藝術欣賞教育有問題 你的美術課都拿去上書學課了 當然也看不懂 對吧 當然也是這樣 用很原始的方法來看畫 這塊教育都沒有了 零 所以看不懂 但是我就慢慢跟你解 來下一張 這裡有三幅畫 我把剛剛看的三幅畫一起並列 我自己怎麼看這個 看了這個你就要看這個 怎麼看這個 這叫立體畫派 立體畫派 我以前都有一罐水 現在都沒有一罐水 所以我只要說 你看我是不是只能從這個角度看 這也是我 這樣看也是我 從下面往上看也是我 不是 只有從正面看 只有看大頭照 不是啊 人是有多個面向 他就是把不同的面向 同一個地方一起處理 有的臉的鼻子從這邊看 眼睛從這邊看 就不同的角度 這就是立體畫派 這樣會看了嗎 但他還是個人 所以他還是寫實畫 他只是多角度的寫實畫 他不叫抽象畫 這叫寫實畫 不同角度在同一個臉 身體上出現 比卡斯在1907年去畫這個 像阿祖阿公那時候就這樣畫了 西方國家是這樣畫 再來這是什麼 只是你剛才那個角度 多到不像畫一陣就回去了 但是我跟你說這三幅畫 每一幅畫都有它的系統 你立體畫派 就從頭到尾都是這個角度在看事情 對不對 你寫實的話就是要單一觀點 從一個角度不動 模特兒也不要動 你也不要動 這樣就畫這樣子 對不對 現在是模特兒不動 畫家一直在動 動他的觀點 就產生這個 對不對 如果畫家再動得快一點 多一點角度就變成這個 但不管哪一幅畫 他都是一樣的態度去執行那幅畫 他不會一下畫寫實 一下畫抽象 畫立體畫派跳來跳去 不會 現在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只要在一幅畫裡面 他都有一致性 我帶出一個字 叫一致性 consistency consistency 下一張 這就完了 consistency是什麼東西 我舉個例子 這幅畫你現在看沒有 但是大概隱約看得到 這是立體畫派 這是寫實的 這個是多觀點的 對吧 你如果都放大會 就亂七八糟 不知所云 對吧 因為他們有一致性嘛 一下跳多觀點 一下跳單觀點 那都不對 那都灰了 你不曉得 不知所云 比如說我這人穿什麼 我現在穿誰 都正常對不對 褲館一拉起來 一邊是皮鞋 一邊是高跟鞋 你有沒有覺得這人 被帶去了 就是這樣子 我是一個系統 穿男生的西裝服的系統 跑進女生的高跟鞋進來 就纏了這樣 對不對 本來一個系統 跑出另外一個系統的東西進來 就會產生這個 叫不一致性 慢慢了解這個概念 來 下一張 我們就要介紹幾個字 第一個叫做法則 法則 這個法則跟法律是不一樣的意思 法則是大自然有一個system system有一個遊戲規在運作 才能維持這個大自然正常的運作 我舉個例子 大自然有萬有引力 所有每個星球 都會保持一個固定的距離 雖然有點變動 但是變動不大 它是一個穩定的系統 這裡面都有物質 這是在這個大自然的系統裡面 只要有萬有引力的話 這個系統裡面 每一個都是原子構成 它就沒有一個例外的東西 沒有這個系統以外的東西跑進來 有的話就是特殊現象 我不講物理 那沒有意思 那講到黑洞 講到那個爆炸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直接講說這叫法則 人類只要活在這個大自然裡面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符合這個大自然的法則 對吧 同不同意 比如說我走路一定要注意到有地心引力 我不可以不注意 不注意我就跌倒 轟吹來我一定要逆向而行 你從101上面跳下來一定溫系的 沒有例外 就沒有例外 知道嗎 這就是法則 所有人類制定的法律 都要考慮到這個法則的問題 比如說這宇宙中 在地球上就是有男有女 所以你制定社會法則就不能不考慮到 來 上課沒有講話 制定到一件事情 就是要有男有女 你制定法律一定要考慮到有男有女 還要考慮什麼 升職繁衍後代 你不可以說我的法律不支持男女結婚 你的後代到哪裡去 人類的後代會到哪裡去 就忘記了 所以你會考慮一些基本的 大自然的原則 規則 去制定人類的法律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了解法律 其實也滿容易的 有人說這法律聽起來像common sense 像一般大家很自然就可以了解 當然很自然 因為是發自人自然的本性做的規範 所以法律就要考慮人的本性是什麼 人有貪 所以你法律就要考慮人有貪心 改不了這件事情 人有公平的觀念 所以你的法律就要制定 公平啦 公平不用改 放諸四海皆準 公平的概念是 所有的人類都share的同一種value 價值 很奇怪喔 全世界就算非洲國家 你也沒辦法騙你 你拿的東西沒有東西 他return的話 他會跟你翻臉 說你不公平的 你拿一塊堆 你沒有東西來換 這就是公平的觀念 人有公平的概念 而且放諸四海皆準 所以法律在制定的時候 一定會考慮到這個觀念 你有道德的觀念 比如說父母親不會殺小孩子 對啊 這是人的本性 你考慮的法律就要考慮這一點 一定要故意傳言後代 那我不再講太多 這個裡面 這個就是說跟大智能配合這套一致 Consistent 這大智能每一個東西都是一致性的 不會有一個Surprise 那一致有在不同的方面表現出來 在法律上是一種方式 也就是法律 不可以說我到台北市就是這個法律 我到高雄另外一套 不可以這樣 只要在一個系統裡面 他每個地方都一樣 還有一個 在一個人類社會裡面 位階越高的人越需要遵守法律 為什麼 你得到權利 人家跟你講到那麼高的位置 比如說你村裡面做村長好了 你如果沒有一個公平的 不給大家公平的話 你這人馬上給我們救來 所以越官吾的人 照顧每一個人都一樣 公平的 不可以說我對這個人好 對那個人還有另外一個標準 遲早你就給我們推翻下來 對吧 一樣嘛 這個小村子裡面發生事 一樣imply apply to我們的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裡面做大國產美国這種的 他就要有一個法律 全世界都一樣 最近歐巴馬打了什麼國家 伊拉克 為什麼打伊拉克 因為裡面有一個新的組織出來了 一個國家叫什麼 伊斯蘭國 那為什麼打他 前一陣子怎麼不打 因為他牽扯到一個動作 他叫種族滅絕 他把人家的種給毀滅掉 所以歐巴馬就出來 就下令用無人飛機 對不對 把這伊斯蘭國打回去 他有一個理由 這理由一出來之後 回教國家不敢講話 如果不用這個理由打的話 回教國家說你不公平 你就是針對我們回教國家打的 但是這個種族滅絕 是放諸四海接準的標準 一拿出來之後 打之有理大家都支持 像蘇俄 蘇俄Cremia一樣 也是違反國際法 美國要這種制裁的話 其他國家會配合 一定要配合 這是大家遵守的規則 現在我都講 好像村長說這個人不對 要制裁 大家都遵守 不公平的話 大家會抗議 你不公平 每個都真正給你看 只有像中國那個國家 他不能當老大 所以都只有在搞怪的奮友 這邊在挑戰權威 那邊挑戰法律 挑戰美國的地位 挑戰誰的習慣 他就不是老大的心態 他是來作亂的心態 我慢慢再越講越多 這叫Consistency 就是指一個形式系統中 不蘊含矛盾 沒有contracted 沒有矛盾的現象 好 現在再講另外一個名字 叫Integrity Integrity這個term 是在形容一個人 就是說一個人表裡一致 我這個人 我所宣稱的 跟我這個人的本行為是一樣的 我不會說一頭做一頭 那叫表裡不一致 所以這個字Integrity的相反詞是什麼 叫Dishonest 美國人說你這個人 沒有Integrity的時候 就很嚴重了 基本上說你這個人不誠實 然後另外一個名詞 比這個還原則 叫Hypocrite 就是你是一個偽善者 你是一個偽善者 叫做好像道貓愛人 結果做另外一頭 OK 就是你的行為表裡不一致 不consistent的時候 你這個人就沒有Integrity 美國就是因為他有Integrity 再有今天一集的台灣民政府 了解嗎 我們才可以在法律裡面告美國 說你明明是一個大國 你又說國際法很重要 又說條約等同於你們美國的憲法 位階是一樣 你自己怎麼不遵守 舊心張合約明明擺在這邊 你為什麼要搞一個台灣關係法出來 企圖要Integrity 舊心張合約你的責任 舊心張合約裡面你的責任是什麼 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把我佔領 但是你佔領我 你要按照戰爭法來執行 被佔領地說的事情 包括你不可以改我的語言 你不可以改我的國籍 你不可以叫我的人民當兵 但是你每一行都做耶 做得有夠耶 你說沒關係 我是教台北中華民國在流行走 結果他這樣做 抱歉你還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還是有這個責任 要按照戰爭法來對大日本 但是美國說一句 你們台灣人在哪裡 你們台灣人在哪裡 是啊 你們全部都變成中華民國人 我怎麼去 台灣人不見了耶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在台灣這塊地上 沒有耶 沒有法律上的ID 所以你為什麼要申請我們的身分證 就是這個 表示被佔領地的百姓跑出來了 我們有理由跟他講 那時候你放的中國自大難民 一來就給我亂殺 我們那時候根本還來不及反應 我們人沒那麼聰明好不好 我們一開始在大日本帝國 好不容易才剛變成臣民沒多久 就有戰爭 我們就戰敗了 我們當然也怕死了 所以有人把我抬那時候 我就回來了 而且他叫黃曹琴 黃曹琴是南京政府外交部的人 雖然他是台灣人 但是他是認同中國的人 我待會兒會慢慢把這故事 越講越清楚 所以陷害我們 你美國不能那麼ignorant 這麼無知 你要在你一個地方 不可以這麼天真 你要知道中國本來自己 他們美國總統講 講師的他們一家人都是賊 我捐錢給你 結果都A到他自己口袋裡去 這是有紀錄可查 這個不是我慶菜公公 先不講這麼多 來 這是integrity 就是完整性 美國就是有它的integrity 就是它法律 法院上判決的結果 行政部門就要去執行 而且它是三安全權 雖然分立 但是它是一致性的 所以換一擦出來 因為行政黨員就可以走 所以才接下去 幫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 華盛頓DC成立辦公室 接下去才暗中 幫助我們慢慢成立這個 台灣民政府 對台灣人給一個正確的教育 正確教育裡面包括這一塊 很重要一部分就是 怎麼看待歷史 來 下一張 本來是單一觀點 現在變立場了 但是這張是要解釋一個字 叫做Paradigm Shift 它本來是一個物理 他們說傳統物理觀點 跟後來的物理觀點不一樣 但是那個時候 有一些物理學家 就支持另外一票 另外一票 但是記得那個字叫Paradigm Shift 來 下一張 這個比較精彩 你們看這張圖比較精彩 這張圖第一次看到 我講一個故事 你們一下就很清楚 本來台灣是部落形式 我們在這個土地上四萬年 後來這個土地上有一些大的部落 越多越多 比如說大都王國 差不多近幾百年來 我們在進入一個叫做 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殖民地的階段 那時候叫做什麼 掠奪者進來了 我們在這土地上生疼幾萬年了 可是沒跟外面接觸 直到大家這個人類的航海技術越來越強 大的國家開始要去 為了資源去掠奪 所以跑來台灣這個地方掠奪 我們本來是部落在上面 還沒有開發到可以去侵略別人 先被人家入侵了 接下去這些大國之間 有些掠奪者之間會爭奪 爭奪到最後大日本帝國打敗了大清帝國 對不對 這個土地就正式變成它的 可是掠奪者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好像一個男生對女生予取予求性方面 可是不願意跟他結婚 幫你找他 利用你 那這些掠奪者就是 我一方面一直掠奪你的資源 可是不願意把你承認變成我的領土 因為他一旦變成他的領土就要照顧他 你如果帶來做母親 是你母親的時候你就要照顧他一輩子 掠奪者是我就是跟你後白來 人就走 時間到就來 現在這叫掠奪者 不負責任 大清帝國對台灣人沒有負責任 好啦 我們這塊是部落形勢 沒錯 給你佔領 被你掠奪 但是你沒有願意負責任 你沒有把台灣這個地方 變成你的領土的一部分 歷史上有很多故事 我們都跟大家都講給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我們高薩就跟人相談 結果去大清帝國問他 這破壞之民 這不是整個管 你們自己處理 所以我們的高薩座也跟外國簽訂合約 條約 戰和條約 這很趣 我這不講多 到最後大日本帝國雖然拿到手上 他是有目的 他是真的要把這塊獨地 比作他 真正明媒正取把你插進去 變成他的部分 所以幾個皇民化的過程 就是把你一步一步從掠奪者 佔領者殖民地的身分 慢慢變成帝國的成名 就是這樣 他所做的事情是有軌跡可追尋 我待會補你們的歷史這一塊 最後就做了一個永久性 他叫做permanent change 那之前的掠奪者叫做contemporary 暫時性的把他的系統帶進來 比如說 是那人對台灣說 他們來就是什麼 起生起廟 求歲貪污 那他用什麼方法 進來帶著他的語言 姓氏 語言 宗教 教育進來 雖然是殖民地就把他語言帶進來 這個以後 待會我會講 越說越輕 流氓系統 來 後道的請盡快就坐 暫時性的改變過去是大清帝國 但是大日本就拿到秋頭之後 這個系統就要回去了 日本就在台灣治理了50年之後 又遇到一個新的狀況 我說suppose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系統在這裡面 可是發生一件事情 有的台灣人說 沒有啊 我們現在說的是中文 上的是中文學校 接受他們的教育貼運做兵 為什麼會這樣子 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戰敗 跟另外一個大系統修台 那個大系統叫做美國 打敗大日本帝國之後 他做了一件事 他怕這個大日本帝國太強 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能夠把美國打到他本土 大日本帝國 打到夏威夷那不是 是啊 兩個大系統互相打架 他怕有一天再起來 所以他做了一個事情 把你壓制到沒有辦法反抗為止 所以對大日本帝國做什麼動作 第一個 斬首 天皇被懸置 身體被五馬分屍切好幾塊 對不對 日本本國對不對 北方四島一塊 北方四島一塊 台灣又一塊 切開來分給不同的人 就做這個動作 台灣就叫劉毛政府的人 他以前說他的盟友 分紅分章 來接聽就是這樣 所以他來的目的就是要做什麼 就要毀掉你先前的大日本帝國系統 本來這個大日本系統 系統很強的 是一個帝國系統 很強的 台灣人在大日本帝國裡面 訓練非常有數 待會人可以看照片 現在這個要把它推回去 為什麼 因為法理出來了 法理跟你說 你是真正的身分是這個 所以這個系統 當初要來破壞的系統 時間到了要回去了 美國又加到回去了 就是這樣 一張圖解釋了所有的現象 這樣知道嗎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過去這些系統裡面 得到好處的人 不願意拿回去 台灣人裡面很多這種 國民黨裡面的本土牌 民進黨 齊民黨 台灣人很多在裡面 雖然你的身分是大日本帝國層民 但是基本上算了 跟他們投票 在投票裡面得到好處的這些人 不願意他走 會死人要給他 我跟你講 他屬於一個邪惡的集團 這個邪惡集團就是要破壞這個 但這邪惡集團因為法理關係 他要回去 但是台灣人不願意他回去 還有人繼續在這個系統裡面支持他 現在我們說的法理已經出來了 對不對 你的真實身分出來了 還有台灣人 還不會現實 不會現實 不是他不了解 是他不願意 這樣知道嗎 來 下一張 我不講太多 來 下一張 這都知道了 統治系統轉換 系統內部對像 對像是系統內部被統治的人民 思想上用特定的史官掌控歷史解釋權 以維繫統治資格 在制度上以史官建構法律規範… 系統外部是其他系統 這再說 流氓中華民國系統 是系統在不屬於他的領土上從事破壞 為了建構對他自己有利的虛構系統 怎麼證明這是一個假的系統 因為一旦出了台灣 國際組織 國旗 國號都不管用 這麼簡單 你離開這系統你就證明他錯了 但是你在那個系統裡面 你沒辦法證明 因為他的系統是一致性的 除非你離開再回過去看他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圖畫 你在那系統裡面一定要一致 下一張 對同樣的事情有不同的 perception 觀點 下一張 我要你們一起唸一個字 史官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左右我們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不要小看這個 台灣人小朋友說歷史這沒什麼 這不重要 錯了 非常重要 因為你的史官會影響你的立場 現在台灣人開始有不同立場 有些立場站起來我們這邊 也要維持原來的立場 因為他史官 接受支那人的史官 所以現在來看待民政府這個 變成他站在不同人的立場 會決定他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他的選擇 選擇要來還是不來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接受繼續上課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這個先放在那邊 講到歷史 公姐概念 歷史是不是一個觀點 對 是觀點 但是每個人都有他不同觀點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不對 在北美的印第安人 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也有白人的觀點 可是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不一定 誰比較強 誰的觀點決定 每個人都有觀點 但是誰的觀點 決定性影響那個人的觀點 你我都沒有人寫歷史 是有權利的人寫歷史 決定觀點 套在你身上你去追 對不對 我再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男生跟女生結婚 第一天開始吃晚餐 這男生就說 大家到齊以後我們開動 那個女生就說 沒有 我們家做生意的 我們家是誰先到誰先吃 菜煮好放在桌上 做生意哪有時間 可以大家一起吃飯 沒有 這就不同觀點了 因為成長背庭的家庭 不同觀點 在婚姻裡面強蹦 衝突 因為矛盾 不同系統產生這個的時候 誰贏誰輸 我跟你講 誰愛誰多 誰就讓人 對不對 我之前講這個 都會害了很多同性的家庭 原來是你不愛我 沒有 跟這無關 我想說誰愛誰多 就自然會把觀點 就採取對方觀點 好 以後大家親切吃 誰來 誰先吃 就沒事了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堅持你的觀點 什麼 下一步是什麼 衝突 衝突之後就是什麼 離婚收場 這麼慘 要不然就一直撐在那邊 等到有一天爆炸 再累積更多的衝突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繼續堅持 北美印第安 如果繼續堅持他的觀點 最後是什麼 被消滅 被消滅 台灣人的觀點是在哪裡 有什麼重要的嗎 你有什麼看法 一大堆看法 但是要有一個 決定性的觀點出來 所以觀點這麼重要 當然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所以但觀點選錯 台灣人的命運 你當時沒有堅持 大日本帝國觀點 你去選中國觀點 你就沒了 消失了 台灣人消失掉了 歷史上再也沒有台灣人了 全部變自那人 因為你拿他的護照 你拿他的身分證 你接受他的語言 接受他的教育 接受他的歷史觀點 所以台灣人就消失了 種族被滅掉了 沒了 了解了嗎 下一張 那他們的歷史觀 他們就有目的 我就解釋說 他們有什麼目的 第一個 中國流氓史觀 is always tende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三大觀點 第一個 他的史觀目的 是要掩蓋過去罪行 比如說前一陣子 不是一個教育說 一禮拜四十幾萬人 十幾萬人不算什麼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啊 可不可惡 很可惡 但他是按照他的立場在說的 他的立場叫做知那觀點 他是以中國人對你台灣人 來做這件事 當然也不對 台灣人讓你台 怎麼有這件事 對不對 在中國裡面 十幾萬人的確沒什麼 他們那個國家 一天到晚再殺來殺去 四十幾萬人 對於幾億人來講 沒有什麼感覺 第二天又生出來了 對吧 沒有錯啊 可是對台灣人秀妙妙 我們才幾千萬人 以前六百萬而已 六百萬人 殺個十幾萬人 不得了耶 影響了家庭 所到之處 過十萬人耶 人口的幾分之幾 就受害了耶 不是嗎 那怎麼得了 以前我們是來對台灣人 是做戶籍耶 中國沒有在做戶籍 因為沒辦法做戶籍 人太多了 我們的戶籍是 你生死人生死人 清清楚楚的 一個都跑不掉 因為就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以後你們還會再知道 他們什麼叫管理者 跟天皇不一樣 你還是天皇的臣民 那些將軍 或者那些首相 他是負責替天皇 管理他的百姓 那個態度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不講太多 這是 所以就是 他的史觀就會按照 他要做的企圖 就讓你覺得沒什麼 所以那年尼娜接受到他的教育之後 就覺得 二八十幾人沒什麼 二八放假耶 明天要去看電影嗎 對不對 二八你想買什麼好吃的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一個是台灣人的受難的日子 結果現在放假 放假之後變成休閒娛樂的場所 二八怎麼計畫我們都去旅行 他已經把你扭曲了耶 本來是一個悲慘的事情 被他死官一扭的變成放假的日子 嘲諷的對象耶 不要再煩我了 什麼二八什麼計電 我們小孩子就這樣反應 那你一定要在家裡 就是這樣說的耶 沒錯吧 你就是被twist 你本來對歷史該有的正確觀點 被扭曲變成娛樂事業 是在嘲諷的對象 不曉得嗎 台灣人不知道耶 那天還想辦法 大拍賣啦 很慘喔 你的種族被滅了 他在台人中台 後來還給你慶祝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台灣人還沒醒過來嗎 第二個Motives 他就近三合約 從來沒有不喜歡去提到 也不想講 也不想讓你知道 因為他見解就要說 台羅宣言 見解就要說什麼密約 因為他如果講就近三合約 台灣的地位就出來了 他想辦法不讓你知道 但是他要強調另外一部分 選擇性的只告訴你部分的事情 但是不跟你完全能知道 為什麼 要給你解決 要給台灣人解決 目的是要把你吃掉 他說你是中華民國人 叫你去投票 就是要給你解決 我剛才說整冬給你判走 你去注意袋子裡面的東西看有沒有 就是這樣 第三個 Self-interest 為了當下利益 你說我們現在在笑台中 跟中國在台中 所以你要買武器 所以你要交稅 花這個錢去買武器是合理的 結果都不合理 保衛台灣是第七艦隊 輪不到你中華民國軍隊 你中華民國軍隊要做什麼 借機給你買武器 借機給你挑選 合理化行為 你知道嗎 分成三個部分 所以史官非常重要 影響立場 選擇 選擇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命運 下一張 OK 觀點 因為中國自古以來 中國自古以來 你現在作為流行政府的觀點 比這個我小 還是被趕到台灣的這一群 一小撮人 他們過去都會說一小撮人 他們才是一小撮人 這一小撮人把你認得到六七十年 一小撮人的觀念 一直套在你們大家的腦袋裡面 這一小撮人就算放到中國裡面 還是一小撮人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世界國家在遵守 叫國際法 結果中國不要遵守 現在就用歷史觀點來講 台灣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我告訴你 中國也不是中國 都非洲來的 我還沒講完 下一張 所以我現在上課是要幫助大家 從支那系統裡面走出來 我的課都是在做這個 你現在已經從支那系統走出來嗎 不會 一步一步帶你們 我是講歷史方面 好 下一個 怎麼走出來 其實要用科學證據 我先講這個簡單的圖 這裡面誰 有一個概念叫做透視圖 你會看透視圖嗎 透視圖是什麼 可以看到景深 對吧 這四張圖哪個最清楚 當然是這一個 左上角 為什麼 因為靠近你的大 離你遠了變小 所以即使畫在一個平面上的東西 因為我的暗示 你就看出透視 沒有錯吧 因為大小的關係 讓你感覺 這個是有景深的 如果三個都一樣大的時候怎麼樣 就奇怪了 你沒有感覺是透視 你感覺後面有幾條線 三個人一樣大 我跟你講把同樣的圖案的概念 放在史觀裡面 你看我們小學課本打開 大部分都講中國歷史 講到台灣歷史只講明正時期 就是在這樣 把特定的歷史放大 把日本時代的歷史不見了 或者點到為止扭曲 所以你就看不見歷史的觀點 你就按照它的觀點再走 這樣會看 來 下一個 所以我給你們一個很科學的論述 在法律上面 在法庭裡面講求是證據 證據又分幾個字 第一集證據 A集 B集 C集 D集 A集的科學證據 第二集是歷史文字記載 推論假說 科學證據也分為什麼 基本邏輯推理 這是不用argue 邏輯不過就是不過 第二個 物理性質碳14半摔期 比如說你說這 我們刀發現木乃伊 這個有差不多一萬年 信材你講一講 它就要有科學證據 就是用碳14去照它 就可以推論它精確的年代 不能隨便講 這些科學證據 第三個化學性質 我這邊挖到一把刀 這刀在這邊 表示這地方的人民 使用鐵器已經超過三萬年 你就看氧化 這是最近的事情 就不是你親切也當公共 看它氧化程度 這是化學性質 還有生物性質 但有人說 DNA 這是最近發展的科學 DNA就是我們 現在用棉花棒在口腔一刮 看實驗室 自盲就知道你的基因牌組 幾億對的排序基因都看出來 再來歷史文獻 這是另外一個 歷史文獻又不一樣 比如說條約是什麼 比如說究竟他合約 46個國簽的 46個國都代表不同觀點 居然同意在一件事情上面 這就不得了了 對不對 你如果說歷史的話 文字記載是偏向 你這個國家寫什麼 對歷史什麼看法 但是條約一簽 就表示四十幾個國家 五十幾個國家 都同意這件事情 所以它的證據上的可信度 就遠超過你這個國家的觀點 這樣會看到嗎 所以分為A級 B級 C級 D級更差了 要推論假說 大部分的考古 或者考古學還是什麼 都是用這套的 就是我到這些恐龍化石 不知道要怎麼推論 我就北京人化石 不知道這是不是人 結果都不是 現在那些全部推翻 說人會不會從北京人來 沒有 北京人的後代老早就不見了 這樣知道嗎 這個就把推翻以前的所有假說 來 下一張 B級歷史文獻 所以Anthropologists Historians Archaeologists Generals More Interesting 他們是要把恢復當時的狀態 來 下一張 我不講這麼多這種的 來 再下一張 文獻記載Archive 好 這一張 這張是國家地理雜誌 大家上網都可以找到 這是In Public Information 它是什麼呢 國家地理雜誌 你們知道嗎 什麼叫Nature Geography 知道 因為他們有錢 他們想做一個蠻有趣的案子 這個案子就是 我們人在 有我們下一代的時候 做一個動作叫做 基因複製 不是 染色體複製 染色體複製的時候 基因就排列組合過來 父親母親到最後會 但是這個 從複製的過程會有誤差 不小心哪一對沒有對到 所以之後從你這邊生出去 所有的小孩子都有同樣的誤差 所以用這種變異的狀態 就知道你是誰生的 從哪裡來 現在知道 所有你這邊出去 都有帶同樣的記號在你身上 有一個sign 有一個記號 不管你走到哪裡 這個記號就一直帶著 一直生肚子下去 所以國家地理雜誌 雜誌就用這個倒追 倒過來追 就知道你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他就把這個所有人類 他取的樣本空間有70萬個 全世界抽樣 最後找出70萬個樣本空間 就把這個基因的這個圖跑出來 就人從哪裡來 最後所有人類怎麼樣 根據這張圖從哪裡來 很清楚 非洲 這大家都知道 大家說這很遙遠 沒關係 我比較想知道我是從哪裡來 那當然人對到來 我跟你講 這邊有一條線叫M174 跟著這個走 我們跟著路線走 非洲出來以後到南葉門 到印度南部 到馬來半島 印尼爪哇 台灣 還在哪裡 日本 對不對 又跑到朝鮮半島的北部 再去所謂的中原地區 對不對 至於所謂的中原地區有多少種 多了 有中亞來 有非洲 有歐洲來的 有蒙古下來的 是從印度上去的 是不是 幾個十幾種人在那裡 所以誰是走到雜種 誰是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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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是雜種 沒有錯啊 很多十幾種的人在那裡 南洲會幾個上萬年 是不是變雜種 絕對是嘛 我們相對比較純 為什麼 我們這個地方到台灣之後 就沒有再出去 也沒有進來的 為什麼 你倒在上面啊 生存在四五四五萬年啊 沒跟外界接觸不就比較純嗎 所以我們在座的高超主要很高興 那些血統很順 誰是誰的祖先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啊 鼠典旺祖是誰 現在是中國人啊 我們是他祖先是事實啊 沒有 我們是科學證據 我們講科學證據嘛 他們是雜種 所以那時候韓國人說 他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氣得要死 他們很討厭韓國人 不好意思喔 科學證據告訴他 韓國人是中國人的祖先 可是日本人也是韓國人的祖先 台灣人是日本人的祖先啊 印尼人 這個馬來人是我們的祖先啊 我們在追啊 追到最後是非洲人是我們的祖先 這叫科學證據 我都好笑 我都親菜講 沒辦法用文化或者其他 他要用編故事的方式跟你講 你知道嗎 我們的學懂事 所以這個Dr. Spencer計畫主持人 講一個很有名的話 他說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Hidden in our DNA 就是最偉大人類歷史 是記載在我們的DNA裡面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A級證據出來的 剩下都不能親菜和不講 所以你台灣人 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了 了解嗎 你拜祖啦 你才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說我台灣人是對中國來錯了 你的祖先在這邊四萬多年 你不去拜這個祖先 你去拜這個幾百年來這裡生團的人 你說這是你祖先 你拜祖了 台灣人拜中國人是他祖先 他就拜祖了 台灣人本來沒生的 我們沒有姓氏耶 姓氏是對中國人來給你 四姓給你 這個姓氏不是我們奔透台灣人的 我們本來在這M174的後代 我們的姓氏怎麼樣 以前我告訴你 部落的姓氏怎麼樣 只有兩代 就是你阿公的名 跟你爸爸的名 跟他相你的名 這就是你的名 所以Peter John Rock 比如說我阿公叫做Peter 我爸爸叫John 我叫做石頭 我生的小孩叫水 那是怎樣 John Rock Water 那個阿公就去掉 為什麼是三代 因為以前人平均壽命無關 那為了處理財產的問題 追三代就好了 追三代財產的事情就解決了 財產又下去 是這樣子 是這個理由 這個系統不是只有台灣 所有的原住民的系統 這個系統都有這樣 印度也有 印度也是用這種姓民制度 中國因為不同的部落打來打去 部落的頭姓氏怎麼來 以前他們這些部落都在抬來抬去 部落的酋長的名字的姓 就是當成那個 索爾他的百姓的姓 就是在這個姓 是這樣子產生的 姓氏是這樣子產生的 說你小臨小死人 完全不是 我們是古刷 古刷走到平步走的後代 我們血統已經很清楚 這科學人證據 你不要以為我講台灣話 我就變台灣人 沒有 不是要講我講客話 客家話我就變客人 不要弄錯 語言是後來很 在文化歷史上 沒有辦法跟這些科學證據作弊 所以很多台灣人 明明是高山儒跟平步做後代 你的血液告訴你 可是你以為你講這種話 你有變一種人 結果所以他們把 什麼閩克蟹鬥 笑死人了 那邊的小臺現在帶來台灣了 所以結果是同一種人 自己在鬥來鬥去 因為講不同的語言 叫他鬥去 台灣人叫他鬥去 所以我現在從科學證據告訴你 你是什麼人 你血抽出來就好了 所以林瑪麗醫師 在馬介醫院 就在做這個血液研究 到後來發現奇怪 這些血統都不是從那裡來的 怎麼那麼奇怪 不用奇怪 我的A級證據出來了 整個大架構 人類遷徙的大架構出來了 夠清楚了吧 下一張 我這個還有時間點 這是六萬年 五萬年 四萬年 三萬 兩萬 一萬 所以六萬年前從這裡出來了 OK 然後五萬年前 這是四萬年前到台灣了 三萬 兩萬 那是我們賣賣賣賣 他們是我們的後面產生的主義 從DNA裡面 所以科學證據沒什麼好講的 一拿出來 要不然你在科學證據 所以民政府公為是公講 我們是講科學證據 歷史上的文獻 我們不是可以畫一個大扁 一個抽象的概念 叫你去追求 沒有啊 要不然你就在科學證據上 跟我們做一個辯論 你把你的心事證拿出來 沒辦法 比如說台灣是你的 當時比你的 你的合約在哪裡呢 哪一條條約把台灣割給你 沒有 哪個條約跟你說台灣人是中國人 沒有啊 科學證據 反而是這種證據 是正確的出來的 要不然你在科學證據去找一個證明 說人類是從北京人來的 沒有啊 現在存在世界上所有人的源頭 都是從這裡 現代人喔 現在所有世界上的人種 都從非洲來 就這麼簡單 由不得你騙嘛 你先知道我自己是誰 你才知道你要怎麼走 不要讓人生到人生 不要用文化語言這種方式套在你身上 來 下一個 你一嘴 你叫什麼 我在禮拜五碰到你 你就叫星期五 這什麼意思 有人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嗎 對 很多人不知道 不知道請舉手 我就講一下這個故事 以前有一個白人 坐準 這個是一個小說 1719年寫的一個小說 寫說有一個人叫魯彬孫 坐準 就航海 就遇到風浪 就船被擊沉了 不是擊沉 就是被大風暴打沉了 打沉了 他就逃在一個島上 他就把那個船上剩下的物資 撞撞來 蓋了一個樹屋 就住在上面 住了幾個月以後 當地的 他那些土俗就照來採它 他看到它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是誰 我禮拜五看到你 我拜五看到你 不然你就叫拜五好了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奇怪在哪裡 他看到他說你 我禮拜五碰到你 所以他給他取了一個名字 對不對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是他給他取 而不是他給他取 你是外來人啊 你怎麼會替當地的人 住在那邊那麼久的人取名字 我問你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在美國的印第安人 在美國的印第安人 是不是叫印第安人 不是嘛 是白人給他取的嘛 印第安人在那邊住了幾萬年 幹嘛突然就跑人 有人給他取名字喔 你在一個地方自給自主 不需要自己有名字耶 除非你跟人家互動嘛 你懂我意思嗎 在台灣本地有什麼名字 你知道嗎 補親的名字叫什麼 那叫台灣 不是台灣耶 也不叫佛摩沙 佛摩沙是葡萄牙人 跟我們取的耶 台灣這個土地大的 M17是好代沒名的啦 我本來沒有名字的嘛 我們在這邊生了四萬年 為什麼要有名字 我也不跟人家互動啊 為什麼要取名字 我連外面的世界 都什麼都不知道耶 現在外面的人侵犯者 進來給我們取名字 所以叫什麼都好啦 我個人覺得佛摩沙不錯 因為佛摩沙的人叫佛摩沙 你又叫台灣就是台灣的意思 後面的意思我就不愛 Vinamese、Chinese 都被鄙視的意思 不喜歡 佛摩沙很好聽 Korean都知道叫做Korean 對不對 佛摩沙 German French 對不對 那名字是為了要人家知道你 要跟人家互動用的 但是你在一個土地上 生的土地 是不需要有名字的 因為只有部落的名字 部落要跟人家修台 要互相叫對方的名字 所以名字是這樣叫出來 你知道嗎 不要執著在名字上面 解決不了台灣的問題 下一張 你看 毛利人來台東尋根 發現傳家寶 一群毛利人 學生老是帶著前一陣子 跑來這邊 就看到說 他們身上的玉器 跟北南遺址出土的玉器相同 我看就要怕一下 這位女生都配戴玉器都一樣 其實很簡單 我們第一集正義出來 你們就是有從這裡去的 當然是這樣子 你看 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 認為他們是從庫克群島 波西尼亞地區來源 甚至科學家發現毛利人 跟我們台灣原住民的DNA 是很接近的 廢話 我只想把DNA的圖出來給你看 所以現在很多考古 或者是歷史學家 都站不住腳了 因為DNA的一集證據出來了 那個大架構出來了 你過去的理論 如果不符合這大架構 全部都打掉了 很多考古學的書都可以扔掉了 因為都是假說 推論 沒有一個可以成立 遇到科學證據 沒辦法成立 現在知道了 下一張 來 再下一張 我沒有時間講那麼多 還有十分鐘 你看過去1920年的時候 你看 FOMOSA的Beauty 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 就是什麼 FOMOSA 對不對 以前紐約 那時候美里轟炸台灣的時候 美國紐約的報紙上面頭條 上面講 Tons of explosives for FOMOSA 對不對 叫我們FOMOSA 沒有叫台灣 對不對 下一張 上面是有條約 San Francisco Treaty 那裡面 第二條B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aito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the Pescatore 這是什麼 台灣跟澎湖 Pescatore FOMOSA 有沒有用台灣 沒有 條約裡面 應該是用正確的名 正式的名字 是不是用FOMOSA跟Pescatore 幹嘛用台灣 沒有 現在證明了嗎 證明了 下一張 好啦 講到這個 講一個比較輕鬆的故事 我們從小長到大 你是怎麼知道我是誰 怎麼知道 認知到自己是誰 我跟你講 是透過外界 對不對 要不然你不曉得自己是誰 透過誰 透過媽媽 小孩子一出生 第一個接觸就是媽媽 因為你馬上肚子餓 媽媽就可以餵奶 馬上接觸 你就知道自己是誰 對吧 媽媽幫你照 你小孩子慢慢見過 知道自己是誰 有存在感之後 怎麼樣 開始有自信 有自信 開始就會學習 所以學習力強 對不對 我再從事 再從事講 有存在感強的人 他就有自信心 自信心強的人 他就有學習力 學習力強的人怎麼樣 他就有競爭力 對不對 這都連續的 如果這個process 這個過程出了問題 比如說 你怎麼打出席的時候 給我陷出一輩 Baby 剛出生 你在形成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賞耳光 會不會彈嘴巴說 嚇到了對不對 是不是嚇到了 跟我來這個世界上 所認知是不一樣的 你是被虐待 對不對 所以我過去 我去育幼院裡面 帶一些小朋友 玩遊戲 吃糖果 很多活動 可是 就有幾個小孩子 躲在桌子底下 不要出來 嘴巴繼續吃糖果 說出來出來玩遊戲 不要 他就叫你當作他不存在 他不喜歡人家知道他在那邊 後來我才知道 有經驗以後我才知道 這些都是受虐兒 就從小被虐待長大的 就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 在形成自我意識 我的存在感的時候被虐待 所以 過去台灣人也是這樣 為什麼 我是台灣人 嘶 我是台灣人 嘶 被森嘴巴 那不是 我在形成我認知 我是台灣人一族 為什麼會被這樣虐待 不准講媽媽的話 台灣人在形成他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不僅否定還灌一個名字給你 叫你這中國人 對不對 我說這是老婆給我改的 我是台灣人 跟不對 嘴巴就成了 所以台灣人都是受虐兒 我們的臉 我們的面囚都是受虐情的面囚 你知道嗎 叫人靈體 被壓制的面囚 因為你在形成存在感的同時 沒有自信心 你被否定 沒時間 以後還灌一個名字給你 還不是你的名字 所以都沒有自信 你看美國人就有自信 我美國人 對不對 越弱的國家越沒有自信 我們比最弱的國家還沒有自信 因為連那個名字都不能講 那不可能什麼 受虐兒 我們成為這樣是我們自己選的嗎 不是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戰敗 我們戰敗啊 戰敗的關係所以被虐待 本來我們是大日本帝國台灣臣民 對吧 有一個大日本帝國台灣 是有一個title的 現在台灣政府一次幫你領地 把你過去的title全部幫你white out 重新跟你掛一個名字 我再講另外一個故事 台灣人除了自己的名字講不出來 還用別人的名字 那很奇怪的事情 怎麼會奇怪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 被鬼附身了 台灣人被鬼附身了 被什麼鬼 中國鬼 中國鬼給你負心 所以你說鬼的名字 為什麼被中國鬼附身 一個死掉的政權 是不是鬼政權 為什麼是死掉 已經戰敗了啊 流亡政府不是鬼政權是什麼 那裡的政權嘛 他沒辛苦嘛 他的辛苦在金門馬祖嘛 對不對 台灣是不是鬼政權的土地 不是嘛 中華民國憲法到現在沒有包括台灣 那不是他的土地嘛 死去的政權流到台灣 想要鬼附身嘛 對不對 不是他的身體上面 附在上面 我講另外一個故事 生意上有一個地方 叫做格拉森 格拉森 這個地方是天然的石灰岩洞 酒灰 水再滴一坑一坑 一個一個很適合當什麼 棺材 所以人死了當地的百姓 都捕得薄薄的 等在那裡 村都好 都不會做棺材 滿麻煩的 這個地方 這個區 因為後來死人多以後 就怎麼 毛鬼就多了 毛神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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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鬼附身在人身上 這種故事就出來 這個村子裡面 剛好有一個人被鬼附身 很麻煩 不穿衣服 每天這樣吼吼叫叫的 村子裡面的人就說 不然整棄用鐵 怎麼拔拔起來 這樣沒事 這個人被綁住了 可是他又恐無有力 啪 一下就弄斷 又衝回坟堆裡面 馬上每天這樣吼吼叫 在那邊跑 垃圾整個 走來走去 那時候耶穌來了 亞洲啊 這是聖經故事 耶穌來了 這個人就衝到耶穌名 哇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的時間還沒有到 你現在就來 是不是嗎 叫我馬上現在又下地獄喔 也就是說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 中央叫問我叫什麼名字 叫不出來 他說什麼呢 我叫群 這群的群 群啊 一個group 一個大量的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鬼替他回答鬼的名字 這個人講不出話來 因為鬼附在他身上 控制他了 耶穌說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這個鬼就全部就跑 因為真理嘛 耶穌是真理 叫他出去 他就出去啊 那邊有兩千頭豬 所有的鬼就附在兩千頭豬上 衝到海裡面死掉 這個人就恢復理性 恢復理性 他就把衣服穿回來 自己的名字就知道了 就是這樣啊 所以現在真理出來就是法理出來了嘛 真理出來了 這鬼子儘管就要走嘛 沒有錯嘛 台灣人恢復我們真正的名字 我們才講得出自己的名字嘛 不然說不出來耶 是鬼帶我們回答耶 是鬼給你蓋一個名字在上面 現在清醒啦 我們從被鬼附身裡面蹭起來 現在問題是什麼 還有人不希望被鬼 還希望被鬼附身耶 是誰 冬季嘛 冬季是扣鬼附身的探家的嘛 冬季就要有鬼嘛 沒鬼誰要給你 所以要給你錢 所以誰是冬季 就國民黨裡面本土牌啊 民進黨啊 清明黨這是在 國民黨的系統裡面玩的嘛 他就是因為 國民黨在鬼政權 要讓他存在 他才有生存的空間嘛 才有投票才有這些錢 在那邊遺忘嘛 你知道嗎 法理出來這個跑掉 這些人就黑心 叫他賣照賣照嘛 想辦法讓這個系統存留下來 但沒有辦法時間到了 就是得走啊 因為美軍進來了啊 你剩下還在搞什麼東西 還在支持這個鬼政權 厲害喔 我現在在這邊大聲呼籲 是叫這些以前身份是 台日本代國台灣人的 這個臣民的身份的人 揣 有國民黨裡面揣 有民進黨裡面揣 有親民黨裡面揣 我們再加一個新的組織 叫做台灣軍 這個過去都算了 因為你竟然算了嘛 你不賣 但現在台灣民進府在法理揣 你就知道嘛 你不要以為這些 這個黨派不知道喔 這些黨派都有在看我們的影帶喔 他們知道法理是什麼 清清楚楚 可是他基於個人的私利 不賺錢 還繼續支持 沒關係啊 時間是一步一步在進行 以後我們會回來看這段時間 你明明知道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明明是台灣人 為什麼做這個援背台灣人的事情 台灣人有頭白的機會 你為什麼又被人撞掉 可惡啊 所以我們在那邊大聲疾呼 在那裡面知道他是什麼人 緊揣 時間有限 趕快站出來 站到台灣軍這邊 我們整隊要出發了 趕快跟上隊伍 講得夠清楚了吧 來 下一個 這就是鬼附燈趕走了 來 這下一個 好啦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發現自己的身分之後 怎麼辦 我們休息五分鐘 馬上回來 下課休息五分鐘 好 五分鐘 順時回來 五分鐘